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單元我們要來講到TMS3202812 它的Power的接腳說明 電源的接腳說明 各位在這個DSP它的整個的腳位裡面 電源的這個部分佔非常多的腳位 那這些腳位你就必須要把它拉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都要去照著它的說明去接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Power Signals VDD 這個就是接我們的電源1.8或者是1.9伏特的 這個核心的Digital Power Pin 這個核心的 然後VSS VSS就是我們的Digital IO的接地的接腳 接地的接腳 所以最基本的這個DSP 你要把它自己把它接出來 然後能夠運作的話 最基本的就是這些接腳 我們前幾個單元有講到的這些接腳 你都必須要適當的把它接出來 第一個最基本的就是裡面的接地跟Power 你一定要給 第二個你就可以去測試它的這個Clock 我講過你的這個Reset一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Clock它就會有輸出 那你就可以從這個Clock輸出 就可以知道說你的這個時脈的頻率 是多少 好 核心的電壓 核心的電壓跟數位的這個IO的接地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JTAG跟其他其他訊號的接腳 好主要還是一樣 它裡面就是有Power跟Ground的這幾根腳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VDDIO 這個它是3.3伏特的IO Digital Power Pin 輸入輸出IO的這個數位接腳 要接入3.3伏特 好那另外這一個 這一個是3.3伏的Flash Clock Power Pin 就是我們的DSP裡面 它有這個Flash 你可以去燒入這個Flash 好那我們看一下它的說明 This pin should be connected to 3.3伏 At all times after power up sequence Requirements have been met 就是說當你每次在Power up 就是你的電源on的這個順序要求裡面 就是要把它接到3.3伏 3.3伏 那This pin is used as 好一樣 那這根腳位它就是在ROM裡面有用到 所以你還是一樣要把它接到3.3伏特裡面 好好所以這幾根腳位啊 你都要特別的注意好 那這個單元啊 雖然很簡短的就是介紹一些接地跟這個電源 但是呢 在你你如果自己要去設計這個DSP 要自己把它這個實現出來的時候 你不是拿人家線程的話 你就必須要先去找到這個說明書 然後把說明書裡面的這幾根腳位 我都列在上面的這些腳位 你都必須要一一的把接地跟電源都要把它接好 因為如果你沒有接好 你只要少一根 它可能就不會動 它可能就不會動 因為在以前我自己在做的時候 一開始沒有注意到這些小細節 因為最基本的接地跟電源 你應該是會接 可是呢有一些周邊的接地 周邊的接地你可能就沒有注意到 你沒有去接它的話 那這個周邊可能跑起來就會有問題 因為如果你周邊沒有接地的話 它沒有一個參考的準位 它沒有參考的準位 它變成說它跟你DSP的核心 它的那個電壓的準位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的DSP核心有可能會跑 可是呢你的周邊跑出來的東西 你會覺得怪怪的 好 所以呢 最基本的這個說明書的這個角位 這個角位 DSP的角位 你一定要先看清楚 你一定要先看清楚哪些角位 必須要拉出來接地 哪些角位要拉出來接VCC 那它的現在VCC又有分3.3V跟1.8V 這個呢 都是必須要你規劃進去的時候 所以雖然這個電源的角位 似乎很簡單的樣子 但是實際上你在做的時候 卻是蠻重要的 這個提醒各位同學要注意 好 那這個單元就講到這裡